今天和大家去吃日式放題 而今天吃的就是位於荃灣放題集中地大紅龜裡面的滿屋 因為疫情的關係,我今次吃的就是午市的放題 我經這個OpenWise訂了12點 基本上我11點9點已經上去了 當時店舖還未開 等了一會就可以入座了 初段時間其實都不算太多人 我想一半人都沒有 我們兩個人就安排了去一個四個人的卡位 都幾闊落舒適的 和大家出去走個圈 它大部分放題的食物都是寫字 另外還有少少其他小食、甜品、炸菜 會在外面可以自己拿的 還有飲品也是 好似有薯條、蛋撻、裸肉、帶子裙邊、沙律、山果、雪米池和一款雪條 還有兩個葉盤 就是這個鳳爪和雞腎 另外有兩個冷盤海鮮 就是這個蜆和這個青喉 不過呢,我今次都是主打放題 所以外面大部分食物我們都沒有怎樣吃到的 還有這個熟蝦的壽司 這個就有點奇怪了 因為它的放題都有很多款壽司可以點 那無端端放些熟蝦 基本上我都沒有見到有人拿過 水果有西瓜和蝦蜜瓜 而飲品方面 都是一般放題店會見到的飲品 好像是不同的汽水 一些韓國的飲品 另外還有一些合裝飲品 還有五、六款不同的酒類飲品 都算蠻豐富的 大家可以大概看一看有什麼食物的選擇 食物種類就是一般日式放題的食物 不算很特別 大部分大陸的食物都有的 首先是外面拿的薯條和拿肉帶子裙邊 味道OK正常的 然後再來壽司兩件 都是一些特色少少的壽司 都可以 這兩款特別少少的壽司 就是海苔、帆立貝、半吞拿魚 還有這個火山大爆發 再來呢 竟然是來這個燒菠蘿 在什麼都未吃的情況下 就來了這個燒菠蘿了 接著終於都來這個刺身了 刺身種類都算OK的 最常見的三文魚呀 吞拿魚呀 筆記背呀 帶子呀 蟹坦呀 角螺呀 甜蝦呀 赤蝦 油甘魚 包片 都有的 賣相都不錯 質素都OK 看一下多豐富 接著就再來些熱食 好似這個炒蝦呀 都OK 挺美味 還有這個陽鞍 不錯的 正常水平 這個西京比木魚 都OK 煎得挺好 再來就是天虎萊 都炸得OK的 不錯 而我叫的這個 這個京蔥三文魚 壽司呢 來到呢 就只是三文魚壽司來的 就沒有了些京蔥 但是質素都正常的 而炸物方面呢 炸蠔呢 就挺鬆脆 挺好吃 都是剛剛炸起的 都熱的 還有這個炸的榴槤呢 都不錯 另外這個牛舌的串燒呢 都燒得挺好 不錯 串燒蝦呢 就一般 因為蝦呢 就燒了少少 再來這個牛仔骨 都正常 跟著就來這個 竹身瑤柱蟹肉翅 賣相就一般 味道都正常的 不過呢 他來的時候呢 就沒有給醋 那我們問他拿 但是呢 他依然拿到一大碗醋過來 再來就是 魷魚酥和牛排葉 魷魚酥就一般 牛排葉都正常的 就不算太突出 跟著就是這個 沙爹雞肉串 不過呢 他正是來了一串雞肉 就沒有給到沙爹我們 看下多豐富 再來這個牛柳粒 這個就一般般 有幾塊牛呢 都比較多肥膏和筋 而這個黑松露炒雜菌 雖然就不覺得有很多黑松露 但是那個炒雜菌都挺香的 而這個雞丸骨呢 就正常水平 都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了 蕃薯仔呢 也是正常的 再來雪花肥牛鍋 這些肥牛質素不錯 配料都OK 但是湯呢 就真的甜了少少 而這個玉品 包汁梅花膠呢 賣相就一般 味道就普普通通的了 跟著再來第二彎的刺身 感覺上比第一彎呢 更好啊 整體來說呢 各樣刺身都不錯 雖然未至於超級肥美 但是絕對吃得過 再來兩件特色少少的壽司 就是這個 常見少少的花枝暖 和這個 意大利黑醋雙松芝士鰻魚丸 這樣都OK的 而蛋撻呢 質素都不錯 也鬆脆 而飲品呢 就有少少少不太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在某些位置的飲品呢 就真的比較髒啊 不知為什麼呢 我拿了幾罐呢 那個罐頂呢 都是貼了一些髒東西 而我看呢 那個雪櫃的底部呢 都不是太乾淨 這樣呢 就真的扣了些分了 基本上呢 那附近的飲品呢 我都沒有拿過 再來就吃甜品 這個木糠布甸呢 就一般啦 沒什麼特別 而雪糕雪條呢 自取的呢 就只有雪米糍 和這個黑牛 但是雪條呢 不知道是不是好像用過來呢 好像... 一般的 但味道很正常的 而另外一個比較重點一點的呢 就是每位只限一杯的雪糕 是些比較貴價少少少的雪糕 好像是Harkandise Movipad 和這個Drius 那麽的 那麽買單兩位連加一 就457.6元 大概203元左右一位 不算很便宜 也都不算貴 都可以 可以的 整體來說呢 我都滿意的 食物質素都OK 上菜速度都快的 而且座位呢 都不迫劫 我見呢 不知是因為防疫的關係啦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基本上全部我見兩個人的呢 都是坐著在四人台上的 我去的時候呢 不算因為防疫而間開的位呢 基本上只有兩三成不到人的 但是到我走的時候呢 不算這些防疫間開的位呢 基本上都應該有七成左右的了 那麽未來呢 又可以恢復晚事了 到時再同大家吃過其他東西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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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